大家好,我是最,欢迎来到本期全皇97的比赛解说,这场比赛是黄毅大战何俊 两大神猴玩家又发起巅峰对决了 现在黄毅用大猪手法对抗何俊的八神 来看大猪啊,其实在97里面他并不弱 甚至是更强啊,因为他集成能力相当强大 排在守卫的话,其实排在第二个更好了 开场的话,八神跳贼攻破大猪防线,中爪奎花三世将他击晕 然后利用百合的强抓血风,中手可以花三世再次打出啊 那么黄毅就扛不住了,现在看黄毅的猴子要出马了 这个猴子也是观赏性非常高了啊 他的实力不在合卷之下,这个猴子 八神跳臂逢空跳的压制,猴子一个刚退地刚出 现在开启一个咯唧咯唧的操作 不断在八神头顶迂回,但是八神也不是这一套啊 八神就一直贴身压打 哎,猴子又从头顶迂了过来,八神继续贴身压打 猴子逆向过去飞翔角,八神继续贴身压打 飞花三世,猴子飞不起来了吧 哎呀,猴子还是用逆向过顶飞翔角 哦,好快的速度,挠上一爪 就这个感觉,肥一般的感觉 反刺,正刺 哎,咯唧咯唧,吃到吃上疯狂脚 何俊还是中招了 何俊防来防去啊,没有防住这招斜着刺 好吧,来看何俊 下一个角色,但也是猴子了 双猴对决 看何俊这个猴子啊,表现如何 现在何俊咯唧咯唧,哎,中了黄一的空中四连顶 嗯,凤凰脚直上了 这下出大伤害了,现在何俊被打到残血 哎,黄一继续压制 何俊刚出来中逆向过顶 啊,再逆向过顶,下半攻击起手 好,跳得压制起身 黄一残血以后,黄一 嗯,双方又开始,嗯,轻手摸 逆向背钢 现在何俊反钢 双方都在寻找自己的逆向节奏啊 但是,啊,旋风空了 何俊啊,失策了这一招 那么接着看何俊下一个神了千鹤 这也是两个火宝级玩家 都喜欢用猴子 其实玩猴子的玩家啊 他们的对操作都非常细腻 来挠一下 因为这个猴子这个角色 本来就是非常烧脑的一个角色 咯唧,咯唧 哎,你想 哎,神了千鹤试图用CD复合招式 被猴子识破了 一爪挠上就上凤凰脚 现在何俊剩最后一个角色了 这是啊,神了千鹤还不争气 哎,无赖子 亲手亲手注射封位置 猴子不敢乱动 被破防了 那黄翊还剩下一个东杖 黄翊这个东杖啊 也是非常有特色 看今天能不能玩出特色 其实主要是看手感了 操作都是有的 看黄翊的东杖啊 迅速拉后 然后跟个旋风 神了千鹤爆气 爆气中 东杖再可选风 神了千鹤还是直接压了过去啊 亲手封住位置 哎 重腿 挑一个VLAT 刚CD 让黄翊根本出不来 关门打东杖啊 晕了 那就没了 何俊呢 凭借超强的压制 使得 使得黄翊的这个东杖 根本在角落就出不来 来看第二局 第二局黄翊还是用大猪手滑 何俊的八神 重爪奎花三世之就开过去了 开过来之后 CD就去强压起身 轻攻击 跑抓卸风 重爪奎花三世又开过去了 好的 百合哲 又是个刚才那波差不多啊 继续来一个奎花 哎 奎花两次想接一个生龙 这个八神想秀一下子 可是失手了 手滑了 来看黄翊下一个东杖 这一把黄翊直接把猴子放到最后一个位置 东杖后侧想开闪碟梯 旋风破解八神地波 终于全过去再接一个旋风 骗过CD之后啊 这个骗CD还是挺成功的 八神还是使用一个CD 地波 跳地强抓卸风 重爪奎花三世 后面快速强压过去 跳额压起身 哎 刚CD到角落 八神跳抓卸风又来了 重爪奎花三世 很安很安很安 这很快就杀到黄翊的猴子了 今天黄翊手感不好啊 第三个回合黄翊的猴子 看这一波猴子先影跳一下啊 八神不断一个后侧 猴子反冲正冲 在空中根本就不想掉下来啊 可能只有八神把他打下来才可以啊 看何军是一只满世界飞着打猴子啊 又中泄风了 中爪八神女 黄翊这一下可能会被穿三呢 跳地快速压力起身 跳飞压也可以 但是一不小心还是中了猴子四连撞 接入凤凰角 很稳 和猴子跳你就输了 因为猴子这个跳制空拳 拥有绝对制空拳 如果跳起来的话 来看何军的猴子 何军的猴子也是快速跳起 咳咳咳咳飞一下 从此套完下盘打你像 跳台再压你像 套下盘继续压你像 黄翊表示有点懵啊 对这个猴子也是对黄翊造成了一些威胁 把猴子 把黄翊顶级猴子的地位 要给拉下来的节奏 咳唧咳唧空中三连顶结束 看来啊何军也有骚操作 这个斜着三连顶也是绝了 那么来看第三局 黄翊今天怎么回事 看黄翊的大猪 跳地抓一个自领头 摇摇勒 到角落大猪记一个转身 八神快速掏了一下吧 这不忘掏了触牌八神 挑刷血风中抓奎花三世 又是常规操作 起身压一个cd或者跳c 八九杯串招 来一个摇摇乐吧 摇摇乐到角落大猪记转锤 这一下子的话八神跑不出去了应该 再转锤 大猪的小转锤啊 简直就是关门神技 摩血神技 第二个回合 何军的猴子现身 先来看猴子 先来一个空龙连顶 大猪刚出cd 猴子在此起飞 你想过等一下 起身飞翔脚漂亮 起身周在跳 等一下起身飞翔脚在 挠上一爪 对就是这样 就这个节奏 哦耶 现在猴子做防守 大猪还是强抓了一个自领头 赵安周大猪快速一阵小跑了 哎 逆香 黄义一点血了 但是他还想翻盘呢 何军这个猴子也挺溜 哎 就一直给机给机 掌握好节奏 对大猪要翻盘 挑递强抓一个116 这局就稳了 Oh my god 抓不住了 后面看何军下一局的操作啊 看能不能拿住黄义的东胀 其实这一波黄义还是把猴子放到了最后一个 可见黄义真的认真了 哇呀 飞翔脚接轻手没有带入凤凰脚 反身为带套 何军突然手速加快啊 节奏加快 刚说你刚出去之后 何子猴子再次跳入 轻手摸到 逆向飞翔脚 轻爪摸 哎 找手感 就这几个摸 哎呀 黄义使出了鬼抓 其实这个鬼抓有时候确实很难防 他就直接移动到你身边去了 那么何军的猴子能不能扛出东胀的再一波鬼抓 有气抓不了鬼抓啊 对 这个鬼步只能在没吃的情况下示展 这应该也是九七中的一个小bug吧 第四个回合 就因为啊 九七有各种bug啊 才使得九七就变得非常精彩 哎呀 斜着顶 正着顶 何军抓到一个先机 给他一个凤凰脚 起身之后黄义的猴子该如何交代啊 总如这样不是办法 那黄义的猴子也是轻攻击 快速的摸 打灵活 反身为一次等你跑了 这个产生已然在黄义的掌握之内 好地 来看何军最后一个神了千鹤 神了千鹤起手一跳 猴子可击飞了起来 再飞 神了千鹤迅速拉后猴子呢 再向前一个冲刺 反顶正顶 神了千鹤都防住了 脑上一转 咦 再挠一转 你看就是这样啊 骚扰 偏身骚扰的打法 这使得神了千鹤 就有点像要被动了 神了千鹤也不知道该如何出招了 突然 轻攻你三点 没有气 可惜 如果有气带入不阵该躲好啊 那猴子再来个钢塞地 趁你没有气 趁你病要你命 这猴子 一直追着搞 但是神了千鹤现在有气了 猴子还是追着搞 现在猴子跳一下 再击飞起来 哎 中了 空中三连顶 一比二 那么现在进入到第四局了 黄义终于拿到了一分 来看第四局 何俊还是用八神手发 不要八神打头阵呢 都优势太大了 急先锋 八神 可是今天黄义也用大猪做了个手法 一个大神手 下地掏下板 掏当手在对空 好像何俊 在拿捏黄义的各个操作 这一波 现在黄义转锤 八神的话就过不来 下趁脚也给你钢掉 那后面八神葵花 好像也过不来 百合哲中了 还是中了一个小跳百合哲 哎呀 my god 防来防去 没有防住这招 后面看黄义下一个人 黄义啊黄义 你要爆发呀 第二个回合 看东张 东张先影跳发个波 请攻击七手中了题 下半攻击再来 现在八神呢 还是冲了过去 哎呀 机会百合哲 谢夫拿到角落 中爪前进爪 奎花三世 搞晕 晕掉之后 再来个奎花三世 黄义 仅剩一个猴子了 这波猴子还能不能 再来一次大反杀 我看难度很大 来看黄义的猴子 现在猴子快速飞起来 哎 八神跳地抢空 奎花三世 角落 请攻击 快速复合中爪对空 哎 请攻击再来一下 跳地抢空 钢腓地漂亮 钢腓地套当手 这是要穿三的 这节奏 猴子出不来 他就废了 这猴子 还是出不来 终于出来了 终于出来 血量也不多了 很有可能要面临 八神的钢腓地 对 八神 哎呦 八神出了个八九杯 又串招了 应该是 现在猴子又开始连飞 哎 八神表示我不动 我就看着你飞 一不小心 哎 中拳八之女 三比一 结束战斗 我救他